关心欧洲疫情升温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已经宣布了 要把法国 德国 还有西班牙三个国家 旅游的疫情建议提升到第二级警示 民众从当地返台后 要自主健康管理14天 也重创了专营欧洲线的旅行社 现在退团率已经高达8到9成 为了减少冲击 有业者赶快调整旅游路线 并且主动拍摄消毒影片 希望消费者能安心 长阳湖畔间体验被阿尔卑斯山脉环抱 民众想到这些欧洲热门景点旅游 恐怕得因为武汉肺炎疫情喊咖 因为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将法国 德国 西班牙三国旅游疫情建议 提升到第二级警示 并要求从当地返台的民众 要自主健康管理14天 再度冲击旅行社营运 全只做欧洲路线的 它的退团率绝对是还蛮高的 但我相信在整个业界来说 大概还蛮就是退团有八九成 我相信至少有一半的人 他可能也会考虑这样的方式 为了因应退团潮 业者不仅主动拍摄消毒车辆影片 也调整旅游路线紧急止血 以德国行程为例 原本有不少旅行团 规划从法兰克福机场入境 安排到知名的科隆 杜塞道夫等景点游玩 但因为当地疫情升温 现在通通取消 改从疫情较缓和的慕尼黑机场入境 希望让客户玩得安心 整个新的调整上 事实上是依照就是 譬如说有一些可以避免景点 当然是先会在依求旅客同意 然后我们稍微做一个修改 另外因应旅游警示再扩大 协议基金会也表示 如果民众有从第二级警示 或从第三级警告 共11个国家反台 有相关旅游史都得暂缓 捐血28天 确保用血安全 交流赛如泰波道 接下来 接下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